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介绍是我的绝作 汉邦中文读本的第一冊 主题是天地人 这个中文读本 我用了大概三年的时间来写 写的时候是按照童谣 文文 或者以前的岳父诗把它改写 变成符合现代香港的环境 里面传递了一些自然的哲理 人伦 家庭的生活等等 主题是天地人 里面是天地君亲师 五个主题 写的时候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流转 会讲到天时 亦讲到地的变化 热 有荔枝食 游泳 端午节 亦都会讲到人论 例如说是 睡晚的时候会去行花市 会聚集一家人吃团年饭之类 第一课就是 我是用云文写的 天高地厚人博大 这是用了译经的天地人的道理 插画是用了德国的浪漫主义画家 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西洋画 但是用文国初年的默克版画的方式 来做一个刁板 然后印上去 字体是用唐朝的楷书 所以这本书除了是 看到课文 寻文 哲理之外 冊画是由西洋画尔 那是唐铁 端正的铁书 里面除了讲中国的哲理之外 例如在第十四课 其实是用了圣经 小麻雀崩崩跳 不耕不重 天生天养 这是圣经的道理 所以是很符合香港的中西合璧 画下的文教 和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教训 都在里面 不知不觉地写了 这本书是给小孩子看的 当然小孩子未必看到里面的心意 但是字是浅 和容易朗读 后面的解说词 就可以大人解给小孩子听 他长大后都可以继续看 实际上解说词 我特意写得比较深刻 可以每一年都翻读一次 每一年都可以随着人生历程 得到各种啟发 过去的课本 都是用寻文写 和写得较深一些 其实是除了小孩子 在启蒙时代读完之后 都长大了之后 教自己的子女 或者后辈的时候 会再读一次 或者偶然在家里 收起一本来读 亦都会看到 原来我在小时候读过这些东西 现在长大了 再重温一次 就得到新的啟发 第二回介绍的书 就是历史学家 王仁宇教授寫的 《中国大历史》和《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 大家可能会熟悉一些 因为曾经拍过舞台剧 亦都是明史的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就是明朝到了《万历年》 去到一个停滞的时候 那些人究竟在做什么呢 这本书我看完之后 曾经写过书评 另外一本就是《中国大历史》 这本书就由汉堂 一直说到《万历》 是说到整个中国的制度软变 以及它的世界观 民族观 是一本比较快速明白到 中国民族 或者中国国家的政权 和它的文明 是如何由古老 一直到《万历》 如何冲破时代限制 每一个时代都解决一些新的问题 到《万历》 就解决西化现代化的问题 中间遇到的事 都是两本书看到的 这两本书是简体字 因为《正体字本》 看完之后 我送给学生 所以今次展示的就是简体字本